本身因为说起时代话自己看剧本比较多 然后很多时候其实都会提前大概能猜到这个故事的发展方向 所以说我不是一个特别怕剧头的人 但在电影院大声说话真的蛮讨认的 我还蛮想演一次就那种躺在床上那种植物人 然后拿微表情演戏我就应该挺有意思的 认出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合照就好了 啊你吓我一跳我以为镜子里边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继续把眼神漂回来 那总不能这事就干杯吧 就小声的 然后就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 可能上去挡着嘴 然后轻轻告着说什么牙齿上面都有东西 觉得只要不是让我厌恶的 不是让我非常讨厌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了 我还是会选择左 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坚持和妥协的过程中 小时候有一句儿歌唱的很好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对虽然我下雨我基本很少打算 我还蛮喜欢被遇见有感觉爱情的书 我觉得这次活动它很多时候 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时尚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里边有很多有历史感的东西 有历史感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玩的 而且挺有意义的一次活动